大家好我是财讯双周刊的总主笔刘轩彤 欢迎收听听了才知道 那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谈一个历史性的一刻 也就是沙漠中拔地而起的护国神山 直集我们台积电在亚历桑那场的开幕典礼 那这一次财讯是少数台湾记者可以参与此盛会的媒体 那我们这个节目呢今天会分成三个段落 第一个呢是我们来看看典礼的细节 看见美国的决心 这场是白宫做东台积电做客的感觉 第二个是台积电布局海外 那会有哪些挑战会影响它未来十年的发展 那第三个呢我们就要谈一下在资本市场来看呢 台积电到了美国日本啊海外设厂 它会拉高成本折旧费用也会增加 那这笔账到底怎么算 股市怎么看它影响股价 如果观众朋友想知道我们完整的论述 真的希望大家能够看到最后 那今天来的是我们的财讯双周刊的副总编辑林宏达 是大家好 好欢迎宏达 宏达我们先进入第一个部分 就是说这三年呢我们经历很多百年一遇的这个历史经验 那台积电到美国设厂 其实它就是一个美中抗衡之下一个重要的一个历史的劲头 那12月6号呢台积电雅丽桑那州在开幕典礼上 白宫好像做了蛮多的事 可能台积电又做了什么事 国际间的供应链大咖又是什么样的态度 你可不可以帮我们直击一下 我想本来大家都知道说12月6号 雅丽桑那州要开嘛 本来我们就有提采访的需求 结果呢11月底的时候其实被拒绝 就是前一个礼拜礼拜十被拒绝 说对不起这没开放采访 就没想到过几天到礼拜天的时候 突然接到通知说可以去了 可以赶快这个是准备 所以我们在非常这个赶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买了机票 那到了雅丽桑那 才知道说其实这一场基本上是白宫主导的 所以之前为什么不开放 到这个周末拜登说我要参加 而且有什么open press 才确定所有的媒体都可以出席 到那边之后其实我觉得真的印象也是蛮深刻 因为我们车子往雅丽桑那北边台积电这边去开 其实你到那附近的时候 你发现那真的是一片沙漠 就是说凤凰城南边是intel的厂 那边就是intel做了相当的久 但是凤凰城的北边 目前是一个正在开发的阶段 比如说我们在往台积电的北方 开没多久就没有路了 不开放了 可是看到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这一场是蛮有意义的 第一个我觉得美国政府其实表态了 它对台积电这未来的发展 它有什么想法 第一个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次有这张图 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所有的半导体的大咖 都在这个会里面现身了 这一次来宾的阵容 可能比台积电30周年的时候 来又来的更多 而且很多人没有上台 就举个例子 这边比较硬材的这个执行长 这个ASML执行长 我们知道之前不是说 这个荷兰好像对美国要限制 输往中国有点意见吗 我们在现场看 他们好很 这个会后呢 拜登要跟大家在谈一谈的时候 也把这个荷兰的ASML拉去一起谈 并且在很多的这个重要的半导体的这个领域 它的市占率是非常高的 这几位都是半导体设备里面天王级的公司 这一次呢 这边客户 Tim Cook 上一30周年的时候 Tim Cook没有自己来 Tim Cook派他的副手COO来 这次他自己出席 然后呢 这个黄仁勋跟苏之锋 苏之锋上一30周年的时候 他也没出现 所以这次的阵容其实蛮大 那台下有谁呢 台下像这个Arm的新的CEO 其实他们新的跟旧的CEO都来了 新的CEO Renee Haas 这个我们之前也专访过他 很多人 非常多人 所以这一次是相当的盛大 那但是 他整个流程是怎么样呢 因为这个是白宫主导的场子 所以给各位看一个点 其实这个活动是这样 就是呢 美国总统呢 预计下午两点 要在这个地方讲话 那但是所有的人呢 10点半就要到位 然后他告诉你 因为总统要来 所有的人呢就经过三观的检查进来 10点半之后呢 对不起就不能进来了 然后2点 拜登才正式的出席来 最后做一个这个Keno 所以你看这些大咖 这些都在半导体里面 这个很有分量的嘛 但是这个每个人呢 几乎都是从头做到尾 从早上10点 到下午4点 因为美国总统讲完之后呢 还跟他们一起这个 炉边谈话 找个小房间 大家一起谈一下 以后要怎么做 这个就没对外面公布了 所以这个就是底下这张照片 在演讲 前面这个讲话 大家上台之后 最后拜登讲完话之后 还把他们找到房间去 还视察了这个台积电的 这个在亚利桑那的场 所以这整个也 其实也花了拜登 大概将近一天的时间 他在那边待了相当的久 那我们看到什么 我们其实看到 其实美国政府 要的跟大家担心的不太一样 台湾很多人担心说 这个厂搬去以后就变他的 我们做了一个表 这个其实美国这一年 做了很多的这个新的厂 像英特尔的厂 拜登也去 然后美光也说 他要盖厂他也去 所以其实以美国 这种大国的格局 它是赛马 他不需要说 我就圈住你这批马 我这只跟你在一起 因为他有风险 如果你这批马失败了 那他怎么办 所以他的方法就是赛马 我同时开放五个八个公司 一起来这边比赛 谁赢谁又拿到最大的饼 排机电是其中的一个 所以你可以看过去一年 只要是美国有 这个两百亿以上的 这种大的半导体都在 拜登一定会亲自 到脑给你祝贺 那所以他在这一次的 我们现场观察的演讲里面 其实拜登脑筋是很清楚的 他就讲两个事情 他说我们全力的 发展这个半导体 而且又是这个 不是有晶片法案通过吗 他就说 我们要高品质的工作 在美国呢 这个你这种失业的妈妈 他去受一个十天的训练 叫做Quick Start Program 他就可以本来是 事业一年多了 他就可以在这个半导体厂 找到一个基层的工作 因为他希望你去养他的员工 他希望你把这个凤凰城 北部比较方凉的地方 把它开发起来 变成一个金元城 那他的目标是什么 各位如果用台湾的思维讲 他就是要抢你这个碗 其实不是 我觉得美国他讲得很清楚 他就说 我们要去做一个新的供应链 要打全世界的市场 那你们就跟着我这一对 他要建一个 以美国为中心的 一个安全的供应链 然后呢 他的partner盟友 会在旁边跟着一起做 他要在全球范围内 要有竞争力 这是第一个 因为美国过去在半导体的制造 30年前 可能全球市占率30% 现在只有10% 这个拜登说 这个美国不能接受 你是台积电也好 你是三星也好 星特尔也好 他就是要把 在美国制造晶片这个比例 把它拉上来 他认为这样对美国的半导体产业 才是比较好的状况 这是他现在的说法 所以就业机会 第二个就是竞争力 这两个点 我觉得他会希望他做的 越来越好的机会 应该是比他 被intel取代的机会来大 因为intel目前 他的fundry还不太成熟 所以在fundry这一块 还是台积电是最领先的 那短期之内 我们也没有看到 其他人有这个能力 来取代台积电fundry的地位 了解 好 那应该刚才宏达 已经帮我们把这个 开幕那一天的 整个场景都描述了 包括政治界或者供应链 所以你大概 我们叫得出半导体的 科技业大咖 或者是客户 大概都已经出席了 那这也展现说 白宫希望美国重返 高科技制造 那也希望把亚利桑那州 建制成为美国 尖端晶片的制造中心 那你可不可以 再帮我们讲一下 就是说你看到的 你这样沿路 亚利桑那州 这样走了一圈 你看到的 包括intel 或者是我们供应链 或者台积电 这些 你看到的状况是怎么样 其实我对凤凰城 这个城市的概念 第一个就是大 它这个很普通的餐厅 很小的餐厅 都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 所以这边地价不贵 然后在这个intel附近 它的社区 看起来就是比较有钱的 我们知道亚利桑那州 其实附近是沙漠 可是intel附近的社区 几乎每一个社区 都有个巨大的喷泉 都有个小湖 而且做得很漂亮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高科技 对当地 确实有带动作用 只是说 这个intel能带动的 就是这个 任劳城南边 这个部分的社区 那我们在那里 还看到很有趣的东西 就是这个 我们知道Google 有一个Waymo 1 它有一个自驾的计程车 我们在跑intel的公司的 门口的时候 竟然看到 这个自驾计程车 就在从那里 载人出来 就要走 所以你看 这个自驾的这个东西 越来越成熟 半导体的需求 会越来越蓬勃 所以你看南边 代表一个 有先进半导体的 凤凰城 可是它过去intel 只有三个厂 在凤凰城这边 那现在的状况就是 intel现在正在盖 两个很大的厂 然后呢 这是南边 北边呢 其实台积电 已经讲了 正在盖两个厂 其实还有NXP 它要盖这个化合物半导体 它也要盖一个新的厂 所以呢 其实我觉得 凤凰城未来发展潜力 可以去思考一下 那我们之前觉得说 台湾有一些工艺 会跟着过去 比如说什么 长春化工那些 那你现场看到了什么 那些工艺列的聚落 开始盖了没有 这个要分短期跟长期 短期来看 都说他们都跟我讲 这个现在盖 好像不太划算 为什么 他说现在通膨这么严重 本来可以盖一个半厂 现在只能盖一个厂 所以地圈了 但是呢 盖可能是慢慢的盖 因为台机店现在是在 还处在盖第一个厂 可能要24年 就是明年或后年才能投产 所以他们有讲说 如果要三个厂的规模 他比较能够赚钱 所以他们现在是属于 先圈地 然后慢慢看着客户的步伐 你有多需要 然后我再调配这个节奏 他们都宣布了投资案 但是我想建制还不会那么快 现在的工艺 大概都是先从台湾用货柜 把化学品运过去 因为大家都要慢慢地熟悉 彼此怎么运作 好 在我们进入第二部分之前 先提醒各位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加分享 那Podcast的听众 也欢迎留言给我们 好 那宏达 我们进入第二个部分 就是说谈一下台积电 开始布局海外 那有哪些挑战会影响 未来十年的发展 那我们先来谈一下 其实台积电 势必要去海外的 一个重点就是 国际客户 他有这样拉动的力量 那还有一种是 台湾其实本身 也有一些推动力量 迫使台积电 必须要往海外 你可以把这个简单地 帮我们描述一下 这一次我觉得比较震撼 就是张忠谋在讲 他说自由贸易 全球化几乎是死了 为什么这个震撼 因为各位要知道 其实过去30年 台积电应该是 全球化很大的一个受益者 因为我们在今年初的时候 采访张忠谋创办人 台湾本来半导体不是那么强 为什么会变强 那很简单 因为我们的制造的 这个效率效能比人家好 就算是落后的制程 在台湾做都远比在欧美 做要来的便宜划算的时候 欧美的厂商 把自己的工厂结束了 带着技术跟资金 来台湾投产 其实有客户的同时 其实客户也在教你 怎么做晶片 所以大家可能在乎的是 两奈米三奈米 但是说实在话 我觉得真正的重点就是 客户是不是跟你在一起 当客户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你就会一直不断的进步 所以张忠谋讲这个话 以前我们这个 这30年这个模式 现在看起来要改变了 以前都是大家 欧美搬到台湾来 我们台湾这么大的产能 现在倒转了 所以这个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各位一定要注意的 那现在到了欧美各个地方 挑战是什么呢 这一次我们在厂边 采访了这个AMD的执行长 舒志峰 他说这个 其实大家都同意 美国厂的成本一定会比较高 但是他们都已经表明 要支持美国制造 所以他们都说 美国厂做的晶片 贵一点 对 但是他们会买 不过舒志峰有讲 台湾厂他也会买 两边会平衡 那这个黄军就说 可能大家一起分摊 但他们基本都是支持 美国政府在地制造的这个 但是这个代表一个重要的意思 就是说 以前我只要价钱便宜 效率高 就有订单 但是现在你还要再加一个安全 大家才会买单 所以我觉得台积电 其实不是去不去的问题 因为是全球化的趋势 你不去三星也会去 那我们刚刚讲了 客户跟你在一起最重要 所以这个失去客户的风险 这是台积电无法承受的 所以我想台积电去 我认为这个是战略上 一定要的一个选择 不过现实上也是 台湾在某些方面 可能也养不起 更大的台积电 这怎么说 在台湾的人 就必须要思考说 我们在有限的资源之下 要怎么样的来调配 可以有个更长远的发展 现在我想大家都同意说 台湾应该要把 最先进的技术 发展留在台湾 但是现实的状况 一个就是说 台积电的用电量 越先进的制程 需要的电越多 那我们去从 台积电的ESG报告 其实有揭露它 一年用多少电 我们把过去五年的资料调出来 再去比对台电的资料发现 大概在五年之前 台积电的用电量 大概是台北市的 大概六成左右 但是到去年 它的用电量已经是 台北市用电量1.6倍了 但我们还要继续发展 两奈米嘛 那现在宝山也很努力在盖了 但是我们看到 其实这个台电的 发购电量的增加 其实没有那么的快 那各位想 我们好像还要开电动车嘛 电动车也要电 我们也还不是只有台积电 一家在发展半导体啊 对不对 那其他公司也要电 我们应该怎么分配这些有限的电呢 这我觉得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魏哲嘉总裁 那在这个演讲的时候 也特别提到 他说他认为 其实对他来讲 最严峻的事情是人才 我们也把这个数字给调出来 其实我记得 我五年之前在跑台积的时候 台积电的人跟我讲说 他们可能现在情况不太好 可能会人员冻结 那一年的资料 大概聘三千个人 结果到21年 这几年需求大增 这个是大家当年没有料到的 一年就聘了一万两千六百个人 都会知道 其实我们台湾 现在因为少子化的关系 理工科一年毕业的人 本来是十几万 现在一年就毕业九点二万人 以前台积电要人的时候 只有说 你只有台成青椒这些 说实在话 你算一算 那是几百个人 当你要一万两千六百个人的时候 你怎么办呢 光靠我们台湾的人才 怎么样维持台积电的继续的壮大 这部分要怎么办 我想这是需要大家在讨论的 好 我帮宏达归纳一下 刚才他的意思就是说 国际客户要求 所以我们台积电 也必须要往海外走 不过大家也不用 把他想得太糟糕 就是说 其实客户是给你订单的 他一方面也在帮助你 技术往更前进的方向走 所以是相辅相成的 那另外一方面 台湾有三个推力 就是说 我们的人才跟我们的水 还有我们的电 可能要支应 未来的台积电 可能要有很多的 还需要很多改进的地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台积电也不得不 往外去扩厂 我们要接下来就讲说 当然他到海外 会碰到很多的困难或挑战 包括我们之前 常在讲的什么成本等等 我们先不谈那些 这一次你亲身去看了以后 你又有什么样新的体会 觉得他未来实验 还有哪些挑战 到海外以后 我想这个 张中某其实在这次讲 他上一次的时候 遇到是人跟文化的挑战 其实不是只是过去 我们这一次在那里 我都觉得人跟文化 绝对会是你接下来 在美国发展的挑战 为什么 美国其实有蛮严格的 蛮完整的工会的制度 跟他们劳工的罚规 他的劳工是得到 一定的规范跟保障 我举个例子 我跟一个台积电主管 在聊天 他就说有一次他出差 去参加一个展会 他就说 我带随身带的东西 我买到会场 我要暂时先找地方 托运一下 寄放一下 那有那个工人 就把那个东西拿收走了 中午想说下午要开始 我争取时间 我先把它拿出来 我要架东西 结果那个寄放的人说不行 他说这个我们 这是我们工会 现在托管的 你现在中午休息时间 我们现在不想帮你做这个 他说没有没有 我们要麻烦你 我们自己来搬 对不起 他说按照我们工会的规则 中午只有我们能搬这些东西 你外人不能碰 所以我们休息 你也不能动 其实这个是一个 蛮确实的状况 就是这一次去 人家告诉我们说 我们讲电焊工好了 在台湾就是 你会焊的 我觉得你可以 我们就用了 但是美国电焊要执照 他说有这种执照的 你也不能用一个没执照的 你要用一个有执照的 他十字八了 加入工会 工会是要有工会的 运作的逻辑 是我们刚刚讲的 他不是说 你今天这个 我们明年改九点 你就改九点 你还要看看工会说什么 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美国 其实很多业者都跟我讲 美国在这种专业的分工上面 他有很多细的规定 他就举个例子 比如说 律师 你看个合约 有时候台湾就是 大家合作久了 我服务 看一眼 没跟你收钱 这个美国不一定是这样 这个收费 实在跟台湾不太一样 你这个不是只是说律师 看合约 我甚至我这个整地 他这个公安 环保 各个每个都有自己的license 每个都有自己的规则 所以你一个厂 以前他是找一个建筑师 我就全包了 现在不是 他一定要各有各的头 他们各自有各自的专业 所以其实业主要做很多 整合的工作 那个美国的运作方式 跟台湾很不一样 那还有人会认为说 到了海外设厂以后 一些关键技术就会外流 你怎么评估这件事呢 我想这个半导体 早就是一个全世界竞争的 你说这个技术外流的争议 我们过去已经讨论很多次了 你说中心的时候最明显 中心的时候不是挖了好几百个台积电的人 还告了个诉讼 结果怎么样 结果第一个很惨 为什么 因为被查出来发现 这中间有很多patterns是他的 那你就麻烦了 你挖人你有风险的 你偷技术你有风险的 第一个 第二个其实你学人家技术 第一个你是落后者 那台积电最擅长的 就是用先进者优势 来碾压落后者 在过去我们讲 晶圆双雄 联电跟台积电竞争的时候 联电这些方面 其实是相当的吃亏 他应该要走一个 跟台积电完全不一样的路的话 他就会有比较大的竞争力机 可是当初我们所了解的 就是其实联电 后来把它制成 改成这个跟台积电类似 可是当后来台积电 做了一个群山计划 就是说只要对手一赶上 我马上改版 比如说你本来是这个标准版 那你赶上了 我就推一个省电版 要不然我就推一个高性能版 其实你如果在半导体 这种变化这么快的 这个市场里面 那你如果跟人家技术都一样 完全是学人家技术的话 其实你风险是很高的 是 那刚才第二部分呢 我们大概了解一下 这个台积电未来的挑战 宏达也帮我们说明了 那不过虽然挑战很多 不过台积电还是实力坚强的 但是就股票市场 我们来讲资本市场来说好了 会关注这个成本 或者营收获利 或者甚至本益比 有没有可能调高的机会 因为现在他马上要在 除了在美国啊 或者在台湾也有 日本也要建厂 所以他的这个 整个折旧费用会增加 那海外成本 营运成本比较高 也是必然的 所以那你怎么看 就是说有一些外资的报告 或者说你接触了外资 他们怎么看这一整件事情呢 对于台积电股价的影响 我看过一个美国的投资人写说 这个台积电这个财务表现是不错 不过我看到那个战争的风险 我不太敢买 但是我们看摩根大通 其实他是这样评价 他就是说 你看在今年初的时候 这个市场给台积电 大概23倍的本益比 所以台积电的股价才会 100多块 叛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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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叛 让他的本益比其实受到了很大的牵连 那这个JP Morgan第一个 这个美西外资其实他们认为就是说 如果你分散了之后 你就比较有条件可以去跟投资人讲说 我受到地缘政治的冲击 不会像以前那么大 比如说我还有至少有多少 在海外我可以维持我的运 这第一个 第二个好像是要跟各位讲 刚刚这个张中谋所讲的 这个全球化结束 这影响是很大的 所以各位看到在今年第三季 台积电的这个毛利率是六成 它是集中在台湾很高 但是在按照我们看到 美西外资的这个估计 在23年24年 那因为海外建厂 确实会带来比较高的成本 所以他认为他的这个ROE 还有毛利率 可能都会稍微的下修 但是下修的幅度呢 还在与台积电这个预测的范围 台积电每一次的法说会 大概都会讲 我们长期毛利率目标就是53 那现在估计出来 大概明年可能 有毛利率可能会落在52.5 但是后年回升 会回到可能54左右 虽然现在的折旧 你看在明年 各位就会看到 台积电的折旧的成本 会大幅的上升 今年大概估计折旧 可能就4500亿了 那明年可能会上到5900亿 但是这个24年会更多 但这些在他们这个模型试算里面 大概台积电明后年的EPS 大概还是可以达到30几块 甚至后年也许可以到挑战40块 所以海外成本上升没有错 毛利率可能不见得像过去那么好 但是它仍然在一个可控的范围 而且它应该还会持续的 会缓步的成长 好 那我也帮宏达再补充一下 基本上这个美系外资 大概他们看的就是说 即使到2027年 大概台湾的制造 台积电在台湾的制造比重 可能还是有84% 那美国呢再怎么扩 可能也是占台积电全部 大概可能4%左右 那再加上说这些 我们讲的那些状况 其实在他们整个拉长 这个长期来看 因为订单也会增加嘛 那这个拉长来看 他们觉得这些的成本的因素 都是可以控制 还在台积电长期 这个可控制的范围内 所以并不足为惧 目前是这样看啦 那另外一方面 重点就是说 你把这个供应链到海外以后 海外的投资人比较安心 我们不能永远都用 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 海外的人来看 他还是觉得 你这个集中在台湾 有对我来说风险比较大 那风险大 他本益比一定会往下调 所以这个来说的话 可能海外建厂 其实对投资人来说 还是利大于弊 这个目前我们看到了 美系外资在最近的报告 是这样子的 好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 到了最后呢 我们还是要来再念一下 网友 我们再听了才知道 第114集 半导体第二个产业链 即将成型 那台积电到2025年 仍保有领先地位的 这一集的留言 第一个网友是林坤勇 他说身为台湾人 能沾半导体产业的光 深感光荣感恩 另外一个网友叫全 他说呢 他说难超越的问题在于 第一 台积电在世界上没有品牌 所以全部都是他的客户 第二点 他的客户里面 都有竞争关系 苹果对上三星 还有intel对上amd 这些竞争 导致订单流向台积电 第三点呢 有订单代表能够透过制程 改善粮率 所以一个苹果呢 就能让粮率提升 那半导体是卖一大片 不是小小一个晶片 所以粮率高 客户利润才会高 所以呢 就算各国发展半导体 还是需要订单来提升粮率 这就是刚才宏达讲的观念 那这个全这个网友就说 最后他只想说一句 十万青年 十万干 宏达有没有什么想法 对 这都是我们的工程师 所努力出来的 对 其实很谢谢这些工程师 把我们撑起了 这样的一个护国神山 好 那感谢大家 收听今天的节目 也谢谢宏达的分享 YouTube的观众 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也欢迎多看看 我们其他的影片 那Podcast的观众呢 也别忘了给我们留言 还有五颗心的回复 听了才知道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